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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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就是打架 要就是在国际媒体之间打赢 告诉大家说我们今天爱好和平 但是我们今天也愿意用各种各样的手段 来捍卫我们国家的尊严 那包含了你要如何跟国际媒体沟通 甚至我们要提一下就是 你要怎么样子让国际媒体听你的 我必须要讲从以前到现在 我们看到世界各国 如果有你国家的人民受到的灾难 受到的其他国家的轻逼 一律是由政府带着他们开国际记者会 你没有看到就是台湾 大家自己外交部一群看起来很弱的官员 然后在那边讲说这个东西是这个样子 投影机还打到脸上 然后一路告诉大家说 这个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爱好和平 我告诉你爱好和平这四个字是底牌 这才叫真正的底牌 代表你不敢做任何动武的事情 请大家想想看 这些人都是没有打过架的臭学者 以前就只会读书 你想想看你上街要跟人家打架 对手是小混混 那你要怎么办 你要跟人家讲爱好和平 我只能用普悟的书丢你吗 当然不行 你要跟他讲的是 我不习战 你真的要做到这个地步 对方才有得谈 当人家都知道你爱好和平的时候 我们怎么知道艾奎诺的逾越谈判是不是拖延 我们怎么知道他答应你所有条件 不是让你遗忘这件事情 台湾人这一次已经全部都站在政府的身后了 我们百分之百支持你 用更严格的制裁 工种 渔业 总会 所有的人都说没问题 支持你再制裁 结果你现在告诉我说 我们国家不好意思 弱到什么程度 弱到我们的官员可以自己把蓝语割让给菲律宾 然后弱到我们的官员出来 说我这几天很累了 我每天晚上都一点睡 你怎么搞错台湾每个高中生都比你睡得晚 你还有脸出来讲 一点睡了不起 事情没做好 根本都不该睡觉 所以看得出来 学恒在这里看到整个运作 到现在大家批评还是这么的多 我们谢谢学恒 所以接下来看来我们的外交战 或是所谓的司法战 渴望在这里扳回一城吗 至少我们在现在分析上来 恐怕在这里虽然是站在整个政府的后盾 但是显然不是太具有相关的一个希望 但是不做不行而且它是个长期抗战 我们不断在提醒接下来可不能就这么被菲律宾政府给戳掉 现在事情发生在第二个星期 还在这个信头上 那接下来越来越淡的时候 越来越不越不被媒体关注的时候 接下来该怎么办 现在我们看到到底是不是菲律宾的舆论有转向 我们今天看到这样子的两份的一个报道 菲律宾真的会认为自己有错吗 好 这是菲律宾的前参议员叫做艾雷拉 那么他认为说整体事件 他们的总统小艾苦诺应该要主动的跟台湾来道歉 而且要提出赔偿 他说总统你就亲自拿起电话 打个电话呢 传达我们菲律宾政府的歉意就好了嘛 这样子并不会对自己造成伤害 他们认为目前菲律宾的处理手法是不及格的 好 菲律宾不及格 那这是他们自己国内的一个评价 在马尼拉时报的嘉然界作家杜莱怎么说呢 广大新身上可是有50多个的弹口 我们的海防认为很难用自卫来脱身 他说不论这个调查结果是怎么样 菲律宾政府一定要向遇害的渔民家属来进行赔罪 哇 这赔罪包括什么呢 赔偿以及相关人等你必须司法来做制裁吗 我们休息片刻我们再广告回来 来继续来看